我們來看這一題 他們說磁力線的切線方向C是什麼? 磁力線的切線方向事實上就是磁場的方向 所以我們看A選項 是N級在磁場中所受磁力的方向 這個對啦 就是說磁場的方向 磁場會把這個N級的話 然後往磁場方向推 也就是說一個磁針 它一個是帶N級一個帶S 就是這個磁力線 這切線方向 磁力線如果往這邊的話 它會沿著這個磁場方向逆轉 把S級往這邊拉 把N級往這邊推 所以的話它是說 N級所受磁的方向這個對啦 按B N級在磁場中運動方向 這是N級受磁的方向 受磁的方向事實上也是N級的交度方向 但交度方向並不會等於速度方向 並不一定會等於 就是交度方向的話 並不會等於速度方向 這兩個不一定會等於速度方向 這兩個不一定會等於速度方向 所以B是錯的 這兩個不一定會等於速度方向 這樣看C S級在磁場中運動方向 運動方向是速度方向 速度方向的話呢 不是交度方向 交度方向事實上是力的方向 所以C是錯的 D S級在磁場中所受磁的方向 應該是反方向 如果磁場往這邊的話 S級是往那邊 被吸引 所以這個是B是錯的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是選A 會不會等於速度方向 開始